大家好,欢迎来到TOP研究院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婚姻是她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遇到一个爱自己的男人 即使往后的日子一直粗茶淡饭 但总归也是有个好的归宿 可如果遇到一个错误的男人 轻则争吵不断,重则命丧皇权 就如同我们本期的女主人公蔡天凤 这是媒体公布的监控截图 图片中一名长发女子正在门外等人 期间还时不时按着自己的手机 似乎是在与别人联系 几分钟之后,一辆白色轿车 就进入了监控画面 并且接走了这名女子 从头到尾几乎看不出任何一张 可自从女子上车的一刻开始 她的生命就已经开始了倒数 她的家人怎么也想不到 再一次看到她时 双方已经是阴阳两格 女子上车后究竟会遇到了什么事情 在此之前 我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名女子 监控中的女子 名字叫做蔡天凤 是一位28岁的香港名人 父母常年在内地经上 家庭条件非常优越 蔡天凤在物质生活上 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毕业之后 蔡天凤对时尚艺术就非常感兴趣 经常参加各种时装周活动 虽然身高只有1米55 但是靠着青春的长相 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5岁年 还在香港读书的蔡天凤 就认识了一个名为旷港制的男同学 帅帅的男同学 甜甜的喝而莽 两个人就成为男女朋友 三年之后 两个人喜结联礼 成为一对夫妻 婚后蔡天凤先后生下了一对儿女 虽然两个人很早就有了孩子 但是对于家庭条件优越的蔡天凤来说 奶粉钱从来就不是问题 可仅仅在三年之后 夫妻两人就分道扬镳 两个孩子也由前夫一家抚养 而这也为接下来发生的悲剧 埋下了定时炸弹 从与蔡天凤分开后 前夫一家人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 还总想着发布一制裁 甚至多次利用两个孩子向蔡天凤要钱 一直寄生在他头上 因为不想看到两个孩子受苦 所以在2019年7月时 蔡天凤就主动购买了一套豪宅 给前夫一家人居住 入手时的价格是7280万港币 接近一个亿 不过房本上的名字 写的是钱加工矿球 之所以写他的名字 一方面是蔡天凤可以省下一笔巨额税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钱公共答应他 房子只是暂时挂在他名下 将来蔡天凤如果要把他卖掉 自己肯定不会阻止 而为了照顾十月的大拨矿港节 即使自己已经有了司机 可蔡天凤在2023年 还是雇他当了自己的司机 甚至还花费数百万元 为他购买了一套房子 在矿管街的社交账号上 可以看到他经常晒自己的有钱人的生活 奔驰美酒美食等等 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太子爷 可实际上他因为欠了银行很多钱 经常被催着还钱 在与前夫邝某分开之后 蔡天凤就成为谭宰米县创办人的儿媳妇 2016年时和谭家的太子爷正式结婚 当时还邀请了很多名人 不过蔡天凤和前夫并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所以自然而然 他也没有办法 可他的第二任丈夫正式领证 两个人只是形式上的婚姻 在嫁给第二任男友之后 蔡天凤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他经常奔赴各地参加时尚艺术活动 还经常在社交媒电上 分享一些活动照片 就比如说和刘威南庄 创作总监的合影等等 不过蔡天凤看似完美人生的背后 其实一直埋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就是他与前夫的关系 去年的2月21日这一天 正如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 前夫哥哥就开车接走了蔡天凤 可上车没多久之后 蔡天凤就和他的家人失去了联系 现任丈夫 原本计划晚上和他一起吃晚饭 但是苦等许久依然不见他的踪影 由于迟迟无法联系上妻子 在当天半夜时 丈夫谭某就直接来到警局报案 综合丈夫和友人的说法 蔡天凤在当天下午2点时 说要去大浦与女儿相见 还表示今晚能够赶回来吃饭 以蔡天凤上车点出发 香港警方就调取了道路监控 结合其他线索 他们就还原了 蔡天凤当天大致的活动时间线 2月21日下午14点02分 蔡天凤用手机发消息给好友 14点15分时 前夫哥哥开着白色七座轿车 来到和文田加多立山 也就是前文中监控画面的地方 按照蔡天凤原本的计划 他会到大补科学园接放学的女儿 行驶一段路途后 前夫也上了车 车上前夫很可能与蔡天凤发生了争执 15点12分时 车辆就开进了大浦龙北路 15点58分邝某开车来到 村里的一座三层民房间 期间刚好被村长的住所的监控拍下 但自此之后 龙北村村外 再也没有看到蔡天凤的踪影 到了隔天 邝某的哥哥 也就是前文中接走蔡天凤的司机 手里拿着一个大箱子出现 随后他还开车带着箱子 离开了龙北村 从监控画面来看 这个箱子明显有一定的重量 而且被包裹得十分严密 从21号半夜接到报案 到三天之后的24号下午 警方才有了重大发现 一番交叉对比后 他们就将目标锁定在 大浦龙北村的一座民房 这个民房的窗户被人用帆布遮蔽 非常的可疑 而且接放反应 这家人 似乎并不怎么喜欢和别人打照面 到了24号下午 经过严密的部署后 警方就突袭了 位于龙北村的这个可疑单元 冲进屋内后 警方就发现 里面的设施非常简陋 只有几张桌凳 甚至连一张床都没有 不过与屋内简陋设施 格格不入的 则是一些属于女性的私人物品 例如胯包等等 后来证实 这些东西 就是蔡天凤的 与此同时 警方还在屋内找到了电锯 还有切肉机等工具 上面还有残留的红色印记 而在屋内的战利式冰箱里 警方还找到了蔡天凤的下肢 不过在民房里面 并没有找到他的头颅和躯干 看着两锅正在上下翻滚的肉汤 警方是大吃一惊 由于现场不具备检测条件 警员只好将他们带回警局 结果发现 里面的头颅就是属于蔡天凤本人 他不难想象 当时的场景有多恐怖 一边是装着蔡天凤下肢的冰箱 另一边则是煮着头颅的肉汤 很难不让人想起当年的恐怖电影 人肉茶烧包 想想都觉得可怕 在发现残肢的同时 警方也从现场带走了三名嫌疑人 分别是蔡天凤前夫的哥哥 也就是开车接走蔡天凤的司机 矿岗杰 另外两个人则是前家公和前家婆 两个人分别是65岁和63岁 根据资料在2022年年底时 蔡天凤就打算把留给前夫一家居住的豪宅转卖 一方面是缓解公司现金流的紧张 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 他实在无法继续忍受前夫一家人的贪得无厌 可真听到前儿媳要卖掉房子时 前家公却是非常的生气 他觉得蔡天凤这是要让他们一家沦落街头 争执不下之际 前家公就直接威胁蔡天凤 你要是敢直接卖掉房子 我就杀了你 蔡天凤遇害的消息一出 立马就在平静的香港 扔下了一颗深水炸弹 直接就登上了传媒热搜榜 接受记者采访时 香港西九龙中亚伦警司表示 有确准的证据证明 死者和嫌犯家人存在巨额经济纠纷 在数千万港元以上 中警司还表示 从21号当晚接到报案 到24号才找到失踪者的下落 中间之所以会隔了这么久 并不是因为警方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 而是因为在调查过程中 一直惹人混淆他们的调查 以至于警方在查看监控上 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最后才把目标锁定在大浦龙尾村 而根据调查 涉案的民房是死者前加工 在月初时就租下了单元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 种种迹象表明 邝某一家人是经过精心策划 因为案发单元房里面 没有任何家具 也没有重新装修 这说明 从邝某父亲租下这个单元开始 就注定有人要命丧于此 为了确保现场被妥善处置 以及固定有效线索 从24号下午 警方找到案发单元 到24号凌晨 断断续续的 一直由警员进出这个民房 就比如说这张图片 就是拍摄于24号凌晨 当时警方正在将涉案物品 带回警局鉴定 事情发生之后 蔡巅峰前夫一家的行为 就引起了龙尾村村民的强烈指责 而案发单元的附近 有一些租户 当天下午就搬离了园主所 各把房子租给邝某父亲的房东 估计想杀了他的心 都有 好好的房子 给你弄成凶宅 一位案发单元旁边的女住户表示 其实早在一个多星期之前 他就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当时有个年纪60岁左右的陌生男子 开车来到这里 他的眼神非常警惕 一脸凶神恶煞的模样 而且总是在周围逛来逛去 似乎是在观察环境 后来看到新闻 自己才想起来 当时这个男子的车牌号 就是警方公布的涉案私家车 这位住户表示 在后来一天夜里的12点左右 自己还听到了隔壁传来奇怪的声音 很像是搅拌机器的声音 当时自己很想过去跟隔壁理论 但是后来声音很快就停了下来 自己原以为隔壁只是来了个新房客 所以是一时没太在意 但不料如今却发生了这样的惨案 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悲剧 虽然警方在第一时间 控制了蔡天凤的钱家公 钱家婆以及钱夫的哥哥 但是钱夫邝某却不知所踪 为了抓住邝某 蔡天凤家人就直接发出悬赏令 谁要是能提供有效线索 谁就能获得数百万港币的酬劳 而有一个网友还专门公开的发帖 他说谁要能抓到钱夫 我就加多一百万港币 但由于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 警方就猜测 死者钱夫很可能会坐水陆逃跑 果然在2月25号下午 警方就在大禹山的东村码头 发现了他的踪影 并且将其制服 当时在邝某身上 警方还找到了50多万现金 以及总价值400多万港币的名表 从2月21日蔡天凤失联到3月5号 警方目前已经抓捕了6名嫌犯 其中4名是死者钱夫一家 可以说这一家人每个成员都有案底 案发前几年一直没有正经的工作 钱夫邝岗志就涉嫌诈骗 钱家公邝球就涉嫌强奸 钱大伯就欠银行贷款没有还 还有63岁被法庭勒令破产的钱家婆李瑞香 不过目前的证据表明 钱家婆并没有直接参与作案 而另外两个人则是一男一女 女的外号名叫荣荣 是钱家公47岁的情妇 案发时在一家按摩店工作 有两名十多岁的儿子 这家按摩店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这个荣荣因为外在条件优秀 是店里的头牌 很多男顾客来消费 都点名要他服务 不过案发前一段时间 他很少来上班 之前聊天时 他曾经告诉同事友谊 个老头子想包养他 到了2月26号 也就是蔡天凤遇害的5天之后 这个荣荣就因为涉嫌协助罪犯藏匿 被警方逮捕 因为案发后 他在奸杀罪租了一个单位 为的就是窝藏死者的前夫 而最后一个人 则是协助前夫逃跑的 41岁男子林某 案发期间 林某在一家游艇公司做事 曾经试图协助死者的前夫 从水路离港 不过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被带回警局的人 估计应该不止6个 由于案件性质非常恶劣 社会反响也是非常大 所以在案发6天后的2月27号 香港法院就提审了死者前夫一家人 其中前家伯被控妨碍司法公正 前夫 前家公 前大伯 则以谋杀罪被起诉 不过就法庭上的表现来说 除了前家婆李瑞湘 前夫一家人 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悔意 根据目前的说法 这一切都是蔡天峰的前家公策划 而他此前的一些劣迹 似乎也能佐证这一点 前家公此前效力于香港警方 2001年时升职成为警长 4年后被调往旺角警局担任真机警长 吃着公家的饭 按理来说 待遇和社会地位都不低 可在后来 前家公在调查一个案件时 涉嫌多次强奸一名女子 以至于被拘留调查 这件事情过后 他就主动辞职离开了警队 而跟被指控性侵的父亲一样 前夫邝某同样在警局留下了案底 在2015年时 他被指控涉嫌诈骗 利用投资黄金的幌子 从四位受害者手中 骗走了价值500万港币的黄金手势 有媒体表示 蔡天凤和前夫分手之后 并没有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 如果蔡天凤意外失踪 蔡天凤的遗产 大概率会被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子女所继承 不过因为两个子女尚未成年 所以最终的实际控制人 还是前夫一家 在这案发时 邝某一家住的豪宅 业主的名字是邪邝某的父亲 所以说只要除去蔡天凤 这套价值7000多万港币的房子 自然也掉进他们的口袋 由于在设施单元里 警方只找到了蔡天凤的头颅和下肢 所以导致死者无法全尸下葬 为此警方就在多个地方展开了搜查 其中就包括一个足球场大的垃圾填埋场 可是要在4000吨垃圾中寻找 只有两三个装有死者残肢的垃圾袋 无异于是大海捞针 对此警方表示 不管搜索工作困难再大 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做好工作 还死者家人一个公道 其实对于当过警察的前家公来说 他肯定见过各种刑事案件 也了解过各种作案手段 可最终 他还是选择分尸这种手段 虽然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 如果在警方发现之前把尸体处理干净 警方就没有办法起诉他们 因为找不到尸体 就算被警方发现了 也会给警方的调查带来极大的难度 香港虽然不大 可是要直接找到死者的残肢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如同死前将军奥的女鹰气尸案 警方出动了一百多名警员 犯了八千多吨垃圾 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女鹰 其二 也许前夫一家的目的很简单 他就是想让蔡天凤回归到肉身 本质生前有多风光 你死时就有多凄惨 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记住你 不得好死的下场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说另外一起案件 就是香港的哈喽QT案 当年几个嫌犯 同样是将女子者致解 然后喷住 虽然最终还是被警方发现 但是因为残骸被严重破坏 警方没有办法证明 他是属于死者樊米仪 这就导致这几名嫌犯 最终只是被判了误杀罪 而不是蓄意谋杀罪 其中一个嫌犯 还在2014年时 就已经获释出狱 对于曾经当过警察的钱家公来说 他也肯定知道这个案件 他肯定知道 只要自己的功夫做到位 进去蹲个十几年后 照样可以出来探世界 大把大把地挥霍着 蔡天凤留下来的遗产 而最后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案发时 香港已经废除了死刑 蔡天凤被前夫一家联合杀害后 给他家里人 就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痛苦 尤其是四个年幼的孩子 案发时 死者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 已经来到了十岁和八岁 虽然家人一再跟他们强调 妈妈只是去国外工作了 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可无论谎言再怎么善良 也无法掩盖 妈妈已经遇害的事实 死者家人告诉记者 案发后不久 老大和老二回到家中后 就说 自己在新闻上 已经知道妈妈去哪里了 而且上学时 周围的同学 也一直在讨论自己妈妈的事情 作为孩子的继父 看着家里的孩子 蔡天凤现任丈夫的内心 是无比的痛苦和纠结 她既想让孩子永远 都不要长大 永远都不要知道 妈妈要很久 才能回来的真实含义 可她又希望几个孩子 快快长大 坚强地面对妈妈 已经遇害的事情 而另外两个 分别只有六岁和三岁的孩子 也只知道 妈妈是去了很远的地方 要很久才能回来 可终将有一天 他们会知道 自己妈妈再也回不来 前夫一家人 利用两个年幼的孩子 这么多年来 一直对前妻蔡田凤 敲骨吸嘴 这比寄生虫还要可怕 婚姻大事 门当户对并没有错 但是门不当户不对 更没有错 错的是 背后那颗无比黑暗的心 关于这个故事 到这里已经讲完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 发表你的观点 我们下期见 对了 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